欢迎收看玄大新闻,我是主播陈又池 我们采访到非凡特派记者朱岳英老师 想知道他对这份工作的看法与对后辈的期许吗 让我们来看以下报道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朱岳英 大家看58台非凡新闻 有时候偶尔会看到我 我在非凡新闻担任的是科技产业的财经记者 我觉得这个科技财经产业线电视记者 其实就是一个门槛还算相对高 而且对我来讲其实是很挑战的一个线路 那其实当记者是我的梦想 所以我每天很高兴的起床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我要去上班了 那我在我的采访的工作里面 我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人 然后交了很多不一样的朋友 然后也有非常多的好朋友 然后每天都在看别人的人生故事 那我觉得记者真的是一件很棒的行业 如果你喜欢的话 那我知道有很多同学都会喜欢记者这行业 或对他充满了好奇跟幻想 那其实记者这行业 其实在现在来讲 已经是不是那么好的行业 大家对记者社会的观感 其实会觉得记者好像就是社会的乱源 那其实现在你要报很多的新闻 你可能会受制很多大环境的影响 所以有些大船系毕业的学生 在去当记者的时候 他其实会很灰心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没有做过 你也不知道你到底行不行 所以如果你真的很有热情很有兴趣 我是建议你们毕业就可以一脚踏入这个行业 自己来尝试看看 那同学问我说 那个记者需要具备什么样子的技能 我觉得记者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他要很会交朋友 那他很有交朋友的能力 那其实你的朋友关系在你的工作里面非常好的话 就代表你的眼线特多 那你的眼线特多 你的消息来源也会特多 那也代表你的人脉非常好 那这个完整又丰富的人脉呢 就可以为你的新闻加分很多 这就是我衷心的建议 谢谢大家 以上报导由吴凡义 陈又池采访撰稿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